改变不可以走回头路 请大家支持蔡世英 与金融市长林又昌挨家爱户 步行扫街败票 获得市民热情回应 投入这一次金融市长选举的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蔡世英表示 参选初衷就是希望 林又昌市长辛苦八年 翻转金融的成果能延续 不让金融再走回头路 市英这一次参选金融市市长 其实是基于三个初衷 那第一个初衷就是说 过去又昌家市英 我们这几年让基隆城市 做了很多的改变 城市也摆脱了过去 国民党时代时期 电停的一个情形 我们现在往前进 那市英真的是不希望 八年努力的成果 化为归隐或从头来过 所以市英会很期待 接棒基隆远续光荣 继续推动基隆的城市改造 让基隆继续往前进 让大家做一个骄傲的基隆 基层出生 了解基隆市民的需求 蔡世英在担任立委时 及协助基隆市政府 批建多条快捷公车 争取基隆捷运定案 及国道拓宽 这次更提出 1200元首都通的诉求 希望让基隆市民 享有与双北同样的交通服务 更希望透过基隆捷运 增加基隆市民在地就业机会 许多人都到台北大台北地区工作 那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通勤在方面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过去这几年来 市应推动了快捷公车 国道快捷公车 我们也推动了基隆捷运 我们也推动了高速公路的拓宽 这几个事情就是希望让基隆的通勤 能够更加的方便 那在最近市应也推动了 首都通月票1200元 以及基隆捷运带动的开发 系子跟基隆地区的 这两个地方的商族区 未来变更成科技产业运区南大 就是希望让基隆人 能够在交通平权 以及在工作机会上 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不要这么的奔波 有山有海的基隆市 是一座美丽城市 蔡世英也期盼能成为基隆山林保护者 不让珍贵绿地被随意开发破坏 为下一代留下绿地 适应参选的初衷 其实我们如果基隆人都应该有看到 我们基隆有许多的绿地 以前都被不当的开发 那事实上这些绿地 有很多的绿地 都是谢国良家族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 是因为希望我能够当选 能够遏止这样不当的开发行为 我希望我的当选 可以让这些绿地 继续让基隆市民保有者 不要再任意的开发 所以这也是我这一次参选基隆市长 三个我最主要的一个处中 我希望基隆持续进步 希望基隆在大台北都会区里面 交通平权 以及提升更多的工作机会 那另外就是我希望基隆的绿地 不要让谢国良家族 再去任意的开发 旅获公都蒙评鉴为最优秀立委的蔡世英强调 他有信心也有能力 接棒牛昌亮眼阵机 率领基隆队落实执行各项市政建设工作 让基隆市民不管在何处都能骄傲地说出 我是基隆仁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